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起去年699万 整整多出了将近30万人 那么就算是硕士博士高学里也不见得吃香 于是这么一个北大应届毕业的法学硕士 不顾外界眼光开启了米粉店 而另外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80后海归女 选择了卷起袖子踏进田里 在北京郊区她创建了有机农场 面对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的就业竞争 勇敢创业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这里是北京的曼哈顿最繁华活跃的CVD 汇集了中外一流企业 地面上是顶尖人才的竞技场 一层之隔 地面下是一个北大硕士的新舞台 整个地下美食广场就属这角落最热闹 一个只有十四平大的小店 一到中午人潮络绎不绝 一如这一碗红艳艳热闹 米粉精到 水面肉油而不腻的 牛肉米粉是湖南的道地小吃 汤头辣而不燥鲜香醇厚 选用多水牛骨熬制十个钟头 焦零二十三种辛香料炒制而成的肉丁红油 搭配清爽弹牙的米粉 格外开胃 90后的张天一是北大应届法学硕士 不去当律师 却宁可在毕业前回老家湖南拜师学艺 创业卖米粉就是不愿在茫茫就业大军中 当个堵在路上的牺牲品 大家都选那么几条路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堵车了吧 这个路可以应该有很多的 北京如果学金融的可能 搞金融的律师有很多很多呀 但是北京好吃的牛肉都没有 不想被赌那就赌一把吧 张天一和几个朋友合资十五万人民币开店 过去六年所学派不上用场 但法律人的性格还是展现在他的小店经营上 用完餐顾客得遵守规则 资格做好垃圾分类 店里则提供水火自取作为报偿 一来为环保净分力 更为张天一省下外场清洁的人力 张天一说从小到大都是生活在父母的期待里 在乎的只有分数 尽管北大硕士的头衔有些沉重 现在的他已经学会放下做自己 每天都在店里面 所以外界的眼光可能就在一楼就停住了 不会来这下面 我们会想我们真的不需要一家很火炮 很赚钱的米粉店 我们更重要的是想做一个 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天中午的已经全部订完了 我们自己订完了呢 张天一的米粉一天顶多只能做到150万 赚个三四千块人民币 开业一个多月 生意好到得提前预定才吃得到 但他不急着增加产能 只想先把脚步站稳 另一头北京郊区这个小农场 也有一个人不走寻常路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 城市中的人们依旧在梦乡昏沉沉的 时间已经开始忙活起来 一般是昨天的上午 然后下午就下午差不多六点之前把菜配完了 眼前这个黑黑瘦瘦的农家女 其实是喝过洋墨水的女模式 80后的食烟研究的是大陆国家转型中的三农问题 留学归国后抱着对土地的热爱 对乡村的向往 没有按照社会期待烤工职 反倒卷起袖子走基层 这肚子要看得真爱人啊 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 我们都不愿意回到乡村 不愿意做农业 我们为什么要去让其他人去尊重农民 去热爱乡村呢 因为它是自然成熟的 所以它是有里而外红 而且它有籽 就说明它是自然受粉的 排归当农民自然得当的不一样 食烟的农场采会员制 一周轮流给四百多户会员 配送有机蔬果 尽管价格是一般市场的三四倍 样子还不怎么赏心悦目 照样有人买单 这样的还没有 只是长得行坐怪了点 现在我们已经有将近两亿多的中产阶级群体 这个是整个一个北美国家的国家人口 所以说这些中产阶级 它一旦更大的扩展它的数量的话 它们对于这种绿色农产品的需求 是非常大的 短短三年 食烟的农场已经开到第二家 年营业额超过三百万人民币 扣掉开销 获利还算不上丰厚 但双手上沾满泥土的芳香 对它来说就已足够 很多人把我们归为创业 我觉得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在创立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真正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有人说人生的轨迹只有一道 但能走的路却不止一条 转个弯或许有着更美的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